澳门第七届立法会选举将于9月12号举行 11号 澳门会展旅游业协会会长何海明 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指出 澳门公平 公正 干净的选举环境 有利于选出爱国爱澳的贤能人士 各界宁心俱立 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让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9月11号临时起 澳门第七届立法会选举宣传活动 进入冷静期 记者在澳门街头看到 所有参选组别和助选人员的宣传品 都已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拆除 海豹都拆下来了 所以非常准时 而且很多宣传 大家的注意 遵守 法规 所以这种法律的意思 在选民中 在选举候选人之中 已经建立起来了 我们一定要选举一些 既爱国爱澳 又有贤能的 有这种立法议员 所以我们很期盼 新届立法会的组成 也希望他们为澳门 未来这种发展符合中央 包括澳门社会的期待 做出了一些工作 2016年 澳门特区政府 对立法会选举法进行了修订 其中规定 拒绝声明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 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和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 澳门特别行政区者 或事实证明 不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 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或不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 澳门特别行政区者 无备选资格 2021年7月 澳门特区第七届立法会 选举管理委员会 依据上述法律规定 取消了部分参选人的选举资格 对此 何海明指出 澳门的繁荣稳定 得以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 因为澳门历来 我们都说了 它有爱国爱澳的传统 以前第一面五星红旗 在境外就是从 在豪江中学升起的 就是说四名的 由衷的拥护新中国 拥护中国 也有跟祖国的命运连在一起 一国两制 首先有一国 才有两制 所以我们说了前提 你一定是 我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澳门特区行政区的基本法 这个是理所当然的 澳门立法会选举法修订以来 没有了选举议题 政治操纵的现象 议题更聚焦于经济民生 市政顺畅 经济不断发展 市民安居乐业 社会繁荣稳定 何海明说 澳门的命运和祖国紧紧相连 澳门历来有爱国爱澳传统 所谓颜色革命 在澳门没有土壤 没有市场 在行政主导体制下 立法会作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 主要被赋予立法和监督职能 何海明认为 澳门的立法工作与市民的期望 还有一定距离 新一届立法会的工作 应在三方面着力 一是就横秦域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提出的四大新产业 配合特区政府制定相关法律 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二是积极引入内地法律人才 适应发展所需 三是制定一系列公共法规 让行政更有效率 刚举目张 何海明还注意到 本次有许多年轻人参选 每个组别都有各自不同的关注议题 他说 这次选举给了年轻人展示才能的舞台 即便他们本届没能当选 我也希望他们提出的一些积极主张 能被特区政府惨大 何海明说 横秦是澳门和内地合作的第一站 也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第一站 我们期盼新一届立法会 能为澳门未来的发展 有更多积极作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